去年12月台南遇警纵火案夺走七条人命 那么涉嫌纵火的真姓男子 昨天在出庭之前突然情绪躁动 拉扯他身上的借据 激动到把自己的左手手肘弄到骨折 头戴安全帽的真姓嫌犯 在罚警的借户下 从地方法院的停车场坐上了救护车 过程中真姓嫌犯的情绪 看来已经稳定许多 这是七月一号台南地院召开准备程序停 开庭前增性嫌犯在后审室情绪躁动 经隔离网保护室 嫌犯人仍持续严重骚扰后审室秩序 法警报告法官并获同意后 要执行上借据 嫌犯情绪失控 用力拉扯借据导致左手骨折 经送往承大医院救治后 再返回法院开庭 经隔离到保护室后 该人犯人持续严重扰乱后审室秩序 经法警报告法官 或法官同意后执行上借据 但依人犯抗拒 适用借据导致其左手手肘骨折 增性嫌犯设犯的案件 就是去年12月发生在台南狱警的 无差别杀人纵火案 当时侠院纵火烧毁 预警征礼前辈堂 夺奏七条人命 监方在今年2月侦查终结 依放火烧毁县工人使用之住宅 杀人 杀人未遂等罪嫌 对增性嫌犯提起公诉 其数苏海明宰 增嫌预谋以汽油泼洒并点火 形同无差别方式杀人 所为令人罚治泯灭人性 至今人无回忆 向法官求处以死刑 台南地院也委托成大医院 进行精神鉴定 但报告结果尚未出炉 民事新闻林俊明 台南市报道